打火机 虎子每晚都会听见啪啪啪的声音 请大家不要误会啊 绝不是隔壁在做羞羞的事 而是那种很清脆的啪啪的声音 每到午夜十二点的时候 就会响声很长的时间 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虎子也找过两次了 可是什么也没发现 只是第二天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多了两个黑眼圈 时间长了 虎子也懒得理他了 爱想就想去吧 跟自己有毛关系呢 安心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呢 虎子每次都是这样安慰自己 反正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发生 这天晚上 虎子被鸟憋醒了 迷迷糊糊的就起来上厕所 抬头一看 正是午夜十二点 就听见那边 传来啪啪啪 啪 那声音很有节奏 并不快 听着有些熟悉 虎子也没理会 反正都已经好几个月了 管他呢 房间虽然很暗 凭借对家的熟悉 摸到了厕所 暗动厕所开关 灯亮了起来 在厕所一阵痛苦 虎子又关了灯睡觉 开关又响了 虎子一个机灵 半点睡意都没了 他又反复地试了两次 厕所的灯 一明一暗之间 虎子竖起耳朵 仔细地听 最后断定 每晚听见的啪啪声 和这店员的开关 是无关的 躺在床上 虎子再也睡不着了 听见啪啪啪的声音 开始思索 这声音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店员开关 又会是什么呢 家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根本没发现声音的源头 难不成 是闹鬼了 虎子嘴里嘟嚷 就觉得啪啪啪的声音 越来越快 他有些纳闷 觉得有些不太舒服 拿出一支烟雕的嘴声 又摸出打火机 拇指轻轻地按动 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声音 是打火机被点燃的声音 虎子竖起耳朵仔细地听 没错 每晚听见的啪啪的声音 就是打火机的声音 想明白这个 虎子自己都笑自己是白痴 吃饱了 称他没事研究他干嘛呀 点上烟 吸了一口 觉得自己精神放松不少 再渐渐地酝酿睡意 咚咚咚 有人敲门 虎子暗骂了一句 谁呀 大晚上都不睡觉 邻居 外面这个声音有些闷 也听不出是谁 虎子趴着猫眼看了一眼 借着声孔灯 也没看见有人呢 刚要准备回去睡觉 就听见又有人敲门了 谁呀 有完没完呢 恶作剧也有时有赏的 大晚上不睡觉 折腾人干嘛呀 虎子很想抱着粗口 又怕是认识人 恶作剧到时候不好看 都说了是邻居 这声音这个闷呢 听着就很难受 虎子本想发顿脾气 一开门 却看见一个中年人 站在门口 一身的黑衣服 要是没有声控灯 估计也就能看见 他两只眼睛 什么事啊 兄弟 能借个火吗 虎子也纳闷了 这家伙大晚上 不回家借火干嘛呀 仔细一看明白了 那人的手上夹着一根烟呢 估计烟饮犯了 没有打火机 行行行 给你了 别敲门了啊 我要睡觉了 反正给他打火机了 自己发两句牢骚 又能怎么样呢 打火机的声音 在门口响了起来 虎子站住了 不对啊 刚才打火机 明明好时的 怎么到他手里 这么费劲呢 一连听见 好几个啪啪的声音 突然就听见 一声爆响 虎子心头火起 这家伙不是 没事找事吗 大晚上的 敲门借打火机 给了他一个 让他给摔了 刚才的爆响 分明就是打火机 被摔的爆炸声 然后又听见 啪啪啪的声音 开门一看惊呆了 黑衣人 拿着自己 给他的打火机 不断地按着 原来 每天午夜 听见的声音 是他在按打火机 怪不得听得那么清楚 现在这房子的 隔音质量 真不怎么样 虎子又拿出 一个打火机说道 行了别按了 我给你点上 啪的一声脆响 虎子把火苗 送到黑人烟头 突然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 只有虎子手上 打火机的光亮 虎子咳嗽两声 想让声控灯 再亮起来 并没反应 楼道里 还是黑气气的 这破楼道 声控灯还坏了 刚说完这句话 拿打火机的手 突然僵在那里了 他看见了一双 冒着白光的眼睛 那双眼镜里没有瞳孔 一双白眼珠凸显出来 里面全都是血丝 黑色的皮肤 布满白色的血管 一条条血管 就像有生命的虫子 那样蠕动着 那人抽了口烟 火头一鸣一暗 虎子虽然害怕 但还是冷静地往后退了几步 我回去睡了 你慢慢抽吧 虎子说了一句 缓缓地退到家门里面 想要关上门 吐着那人一把抓住门把手 猛地一拉 吓得虎子两手发颤 上下牙不自觉地高频率碰撞 全身斗成筛糠 黑衣人抽了口烟 虎子看得清楚 烟雾竟然从他的蹊跷中冒了出来 就连双眼也冒着白烟 脸上白色血管竟然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这次虎子看清楚了 白色血管流淌的不是血液 而是白烟 那些白烟顺着血管流淌到蹊跷之外 烟越来越重 逐渐充斥了整个楼道 虎子被呛得呼吸困难 却被黑人一把抓住一两 虎子被拉得脚步亮强 大声喊着救命 而此刻黑衣人却开口说话了 帮我 帮我报仇 抓住那个烧死我的人 黑衣人的声音越来越闷 身上散发出难闻的臭气 那个人的身上渐渐燃起火焰 就像烤乳猪一样 皮肤渐渐发黑 逐渐化为灰烬 烟舞也渐渐地散去了 一切归于平静 只是衣领上留下了洗不掉的指纹 接下来的几天 虎子还是会听见啪啪啪的声音 他都不敢出门了 也不敢和别人说起这事 后来实在没办法 就约上几个朋友出去喝酒 一直到半夜 虎子醉醺醺醺的 就跟朋友讲起了这几天发生的事 可是所有的朋友都不相信 虎子急了 站起来大喊了一句 我真看见了 他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戴个眼镜 中分头 虎子这么说 齐凯的酒杯竟然不注意掉在地上 面色紧张地说道 今天我还有事 你们继续吧 齐凯走的时候 虎子看了一眼他的背影 那个全身冒烟的黑人 就趴在齐凯的背上 没几天 齐凯在家被烧死了 死的时候 七孔冒着白烟 皮肤焦黑一片 整个人惨不忍睹 后来警察在齐凯家里 翻出了大量的现金和金银手势 证实齐凯和一起入室 抢劫杀人案有关 后来的日子 虎子还是会在午夜 听见啪啪啪的声音 他在某眼看去 正是蹊跷冒烟的齐凯 在门口 阴森森地摆弄着打火机 久久不愿离开 不愿意开 感谢观看